如果我真的沒有家庭 去做我的後盾 不是回家見到這麼有趣的兒子 又或者還沒回家打電話 已經有個人在電話安慰你 我想我未必走得很遠 其實在香港堅持做好像這個角色 堅持做了十多年音樂 我靠做音樂養家 其實是很難的 很辛苦 入行頭幾年都艱辛的 我都是獨立公司 整間公司只有我一個 新人其實收入真的不多 入行頭兩年 我想頭兩年一定是支出多於收入 你想想兩個賺不到錢的人 初初你可以看到 連報道都經常說我們一家人很窮 這樣那樣 現在回看就很好笑 但當時都傷心 我覺得我們已經很艱難 不要經常拿出來說很辛苦 還有那時候我也有苦中作樂 我說什麼 儲起他 將來給小朋友看 你看爸爸媽媽很艱辛 才捱大了你 你們要生性 要孝順 那個階段是令我們成長了很多 令我們覺得無論日後遇到什麼人對我們好 或者遇到什麼機會 真的要很感恩 因為所有事情都不是必然 他強大過我很多 我想像如果我自己就這樣入行 不是認識他跟他組隊結了一分 我想我沒有那麼硬正 我想起很多時候是 怎樣捱過一些很難的事情 例如一些很難過的批評 或者我真的試過爆肺 我人生入行後爆肺都爆了幾次 身體狀況有高有低 演出又有壓力 例如這些情況下 如果我真的沒有家庭 去做我的後盾 不是回到家見到一個這麼有趣的兒子 又或者還沒回到家 打電話 已經有個人在電話安慰你 或者他比你還早 他早已知道你今天不開心 發訊息給你 如果不是有這些支持的話 我想我未必走得很遠 老實 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挺有趣的 我跟張先生在這行裡 是很多人找我們私下聊天 有時都很神奇 未合作過的人 他們都會無端端找辦法聯絡到 然後找我們聊天 我們各自都經常遇到很不同的人 那可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樣子是很容易聊天 還是可能大家都覺得 我們捱過一些階段 或者有一些東西可以跟他們分享 我想有這份信任 所以我在樂壇都好像是一個 怎樣 諮詢員 有時一個人很混沌的時候 有一個你可以信任的人 好像一個樹洞 你說一次給他們聽 你也好過一些 我又很能夠做這件事 我考好密的 我其實也不想要做什麼 我去看 我會看到 我會看 是一個人 有時尺寸的 有時尺寸的 我會看到 有時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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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尺寸的